嗨大家好 我是小微 我现在在成都 我住的这个公寓这里 昨天我都已经回到成都了 今天就休息了一天 去把我的电脑也拿回来了 就在这桌子上 待会给大家回放一下视频 还是去到太古里拿的 给我发邮箱都超过10天了 都一直没发 又是我自己去取的 昨天晚上太晚了 也没有买到被子 昨天是住的宾馆 我那个车还没有弄好 可能今天晚上 或者明天上午 我就要回去开我的面包车 因为在成都这边没有车 确实不太方便 打车真的是好贵 而且南中那边也到了很多的快递 我要把它拿了 很开心 这次修我那辆小白车 不是我一个人去 很快我就可以跟小鹏见面了 他在上秋把家里的事弄好了 就来四川跟我会合 所以跟小鹏应该会在月底 我们就出发往云南方向 第一站还是大梁山不变的 其实很多人很好奇 我为什么要带着小鹏呢 有个别网友说我带着小鹏 是为了要酸猪胜口 大家完全是想多了 我带着小鹏呢 是因为他说了三个字 贼听话 还有一个原因啊 我不想我有太多的CP粉 我也不想像大家说的 邓小薇大妈就是靠年轻的帅哥去找流量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想我的视频质量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所以今年我很早早的就发了一个视频 今年我会跟很多的不同的创作者合作 就是要让我的视频提升 大家知道我有单反 大三元那一套设备啊 都压箱底很久很久了 很开心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说了我不欠债了 当不欠债的时候 就想着把我的内容提升 不要那么的碎碎面 虽然最近从开年到现在 每天都分享的很日常 但是希望大家相信 这次我跟小鹏出发了 绝对不会那么的碎面了 很早以前的老粉肯定就知道 那个时候刚开始8090房车馆友出发的时候 拍了很多很多美景啊 哪怕是房车生活的一些 就素材都是很唯美的 我想继续把之前的那种拍摄风格练出来 当然也会差一些 像我现在的日常记录也都有 这样觉得更烟火气一点 然后路上的人文风景也会去拍 所以当我去到云南的时候 像之前说的我要去学习一下 茶艺啊 咖啡 还有包含一喜酒的知识 我都想去学习一下 也是给自己一个放空 就特别开心啊 贼开心 很快就要跟我会合了 和小鹏一起了 就不会被太多人去八卦 毕竟我不是一个人 如果再跟旅游创作者会合的话 就不会存在 像之前跟猴哥在青海那种 很多人就渐渐的很多CP粉啊 然后去议论太多 毕竟我们各自以后都会要组建家庭嘛 这样就不大好 也特别开心啊 跟收口就认识了快一年了 合作的话 我们拍视频合作都八个月了吧 反正时间过得很快的 也特别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视频支持 今年就希望我们视频创作上 继续加油 我今天终于来拿电脑了 我现在离开这个店里了 准备坐车回去了 这太古里太繁华了 逛不起 先回去 我马上又要出去吃晚饭了 时间过得很快 看一下外面都黑了 我就在酒店待到中午退房 然后去太古里来回花了两个小时 在那边还逛街 逛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我啥也没买 真的好贵呀 所以今年我还是会好好奋斗 希望以后再去那里的时候吃顿饭 之前还说跟猴哥去太古里拿电脑的 因为9号车坏了 还说有他在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吃一顿饭的 那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真的很水 像猴哥说的百万粉丝的博主 视频拍的这么水 今天就到我休息吧 然后大家看这个视频就当看直播一样 就短短的几分钟 我是习惯性每天要发视频 所以说不管是怎样的视频 就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 就是这样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